2019年暑期 很荣幸有机会能够到纽约大学医学院环境医学研究所 汤蒙熊教授实验室担任访问学者 随着电子烟使用的人口越来越多 但其安全性的科学证据却尚未完整地被研究 汤教授研究的团队将40只小鼠 暴露在含尼古丁的电子烟物 总共54周 研究结果指出 连续暴露于电子烟之下 会造成小鼠产生肺癌与膀胱癌前病变等等 并且在细胞实验上 指出可能是电子烟当中的尼古丁 会促进细胞突变与细胞癌化转型的作用 是有所关联的 这是首次在动物模式上 针对电子烟安全性的科研证据 电子烟当中除了有尼古丁的危险因子之外 高达90以上的成分 均能够检测出具有致癌能力的 包括PM2.5 还有一些有机溶剂像同类、全类等等 而我在纽约大学与汤教授合作的研究 就是开始针对一些特定有害的权类 与食品安全议题上面做进一步的连接 为了兼顾减低实验动物数量的使用 但却更能够贴近活体的组织培养 我在阳明食安所成功的建立了以肠道干细胞分化成的 类器官模型 建立起在食安独立评估的研究平台 而在结束纽约大学的暑期访问后 回到阳明大学会持续的与汤教授研究团队进行合作 延续在纽约大学前导性的实验结果 针对这些特定的权类 在肠道类器官模型当中 对于其癌化的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 以提供未来食安相关的研究方向 就为什么要来做 勤识放入 卫生留下来